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共肃反就杀了十万红军 后来的延安整风 土改斗地主 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 杀人无数 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 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 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 为了杀而去找敌人 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共产党为什么是杀 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 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 共产党把杀当作一门学问 一种艺术 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 用刀把子杀 用饭碗杀 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 就不用多说了 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 那是看家本领 什么叫用饭碗杀 就是卡住人的饭碗 不服就不给饭吃 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 中国的世人 自古以来都讲骨气 不畏利诱所动 古时候 没有了官家的俸禄 还可以自谋生路 典故不畏无斗米折腰 说的就是 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 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 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 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 全部控制起来 不给饭碗 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用舆论杀人 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 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 想打倒谁就打倒谁 说谁是坏人 谁就是坏人 说谁有罪恶的一生 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 共产党要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 杀天 以无神论的名义 杀掉对神佛的信仰 为无神论开刀 杀地 以改造山河的名义 践踏自然 破坏环境 实践无神论 无法无天的大无畏 杀人 杀同党 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 清洗掉 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 有针对性的杀精英 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 有阻碍的人 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 漫无目的的滥杀 挑动群众斗群众 为的是营造和维持 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 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 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 与党共同犯罪 有了原罪 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 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 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 震慑所有人 这一切的杀 都是为其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开路的 特别是 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 和知识分子的屠杀 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 割断后人 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 这是让人类败坏 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 极为重要 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杀 要杀到什么时候 共产党的公开杀人 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 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 融到人的血液里 变成恐怖基因 一代一代的传承 杀到这个地步 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 转成暗地里杀 土改 镇反 三反 五反 文革 那是公开杀 甚至号召群众为官 就是要杀给大家看 1989年六四 是半公开的杀 事后失口否认 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 就不公开杀了 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 那就是捂得严严实实地躲着杀 共产党的历史 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没有杀来开路 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 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 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 是根本做不到的 为了毁灭人类 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 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 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 苏联离中国很近 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 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 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 人口众多 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 欧洲各国的围剿 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 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 苏联刚刚建立 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 它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 派遣维京司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再通过暴罗亭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 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 就实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 全俄肃反委员会 简称气卡 列宁认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 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赋予了气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利 研究表明 从1917年到1922年 直接被气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 近1921年一年 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五百万人 苏联的另一项重要实验 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 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 其他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 自然都在消灭之列 1917年 攫取政权后 列宁立即大打出手 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政教正信 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 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 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 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 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 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列宁死后 斯大林继承一波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 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 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 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 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 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 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 苏联大帝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 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根据保守估计 在大清洗运动中 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四万两千多人 到一九三九年 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 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四万零四百三十七座 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 被关闭了百分之九十八 这一时期 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 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 或被枪杀 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 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 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 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 斯大林共造成六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因为中国是人类五千年大戏的舞台 人间政协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 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 即烟消云散 土崩瓦解 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 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 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 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 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 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 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 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 它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 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 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 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 它也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及物质载体 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 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 让这些精英消生消亡的历次运动中 共产邪灵及人类恶行之大成 意在成熟其暴力杀戮 强迫洗脑 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 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 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 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 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 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 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也深暗 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 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 听从其摆布 一次一次的运动 镇压杀戮 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嫌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乡村中的地主 绅士阶层 及城市中的商骨知识分子 士大夫阶层 这些文化精英 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 毁掉这些精英们 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 于是 中共制造敌人 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 降身在城市中杀资本家 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 或曰打土豪分田地 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 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 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 先给农民一点甜头 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身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 立刻通过合作化 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 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 城市有产者也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 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 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 传统文化的承传者 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 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 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 即宗教 在经过屠杀 叛刑 洗脑 强迫还俗 歪曲教义后 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 建立佛教协会 道教协会等 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 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 如果一旦消失 文化就将出现断层 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 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通过所谓唯物主义 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 对学生系统的洗脑 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 又通过反右运动 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 打入社会最底层 用饭碗和舆论来杀 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 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 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 无论在家庭学校里 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 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不仅不相信神佛 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也毫无敬畏之心 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 毕竟年岁稍大的人 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 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 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 因此 中共利用见证后被洗过脑的学生 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 发动了破四旧运动 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 中共一举数得 用意歹毒至极 第一 可以制造恐怖氛围 以嚇阻所有的反抗企图 第二 洗劫社会财富 以为己用 加强政权的力量 第三 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 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 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 传承文化 第四 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 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 如果不麻木神经 不想办法说服自己 认可杀人有理 就唯有奋起反抗意图 这个过程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的过程 第五 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 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 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 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 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史称镇反运动 1951年2月中共指示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 当时中国有6亿人口 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 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 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 1949年 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 81.4%是文盲 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十字的人 如沈家帮村 1949年前 24户人家 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 家家户户 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 写一封信 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 也就是说 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 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身 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 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 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 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 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 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 并洗劫财富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 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 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 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 他们告诉世人 什么是佛 什么是道 怎样做人 几千年来 人们信神敬佛 保持着道德水准 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 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 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 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 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 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 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 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 诸如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佛教 等组织 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 到政府登记 并悔过自新 如不按期登记 一经查明 给予严惩 1951年 政府明文颁布 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 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 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 瓦解了 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 被镇压或残杀 剩下的很多还了俗 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 专门穿着袈裟 道袍 歪曲佛经 道藏 从这些经典中 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政教被毁 乡村地主 绅士阶层 城市商谷被杀的杀 官的官 剩下的胆战心惊 惶惶不可终日 为什么不把资产基金老爷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 要派坚决按照毛主席教育思想办学的同志 去占领阵地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 镇压剿灭 也有着系统的安排 对知识分子 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始于中共建政初期 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不放心 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 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 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 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 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并改造私立学校 即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 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 具有一些自由理念 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 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 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 强迫进行思想改造 把高等院校学生都培养成 听中共指挥指众技术 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 经过院系调整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 由1949年的24%降至1952年的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 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 被改为工科院校 新设工科院校聚增 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 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 历史学 哲学 社会学都不乏人才 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 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自然的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 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 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 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 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 也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 从而有利于共产集权的建立和巩固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译文中 有这样一段话 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 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一句话 进行院校调整 就是为了思想改造 这次通过院校调整 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 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 在1949年以前 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 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 但是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的理念 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 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 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 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 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 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 中共称 不揪辫子 不打棍子 不戴帽子 绝不秋后算账 言者无罪 这些表演颇见成效 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伯军 龙云 罗龙基 吴祖光 楚安平等都众肯直言 指出中共各种弊端 但一夜之间 风云突变 反右斗争开始 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一场反右斗争 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 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们的饭碗被抢走 生命难以为继 只好小心翼翼 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 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 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谁说真话 谁就面临悲惨下场 更有甚者 在历次运动中 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 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力都剥夺了 说假话 可以说是中共党文化里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 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物 使世人习惯说假话 对一切虚伪 谎言 造谣 颠倒是非 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 时至今日 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婚假离婚等 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 不能不说是从人们习惯说假话开始的 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作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运动使中共想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 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 此后的年轻一代也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 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五反、正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 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 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 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 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 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1966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发出 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 即文化大革命 8月 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 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 1966年8月下旬 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 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 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 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 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 仅取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 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 先后杀害了325人 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 有22户家庭被杀绝 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 有的是用炸刀炸 有的是用绳子勒死 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 另一条腿被劈开 从而被撕成两半 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 人性灭绝自不必说 旁观者也需要放弃侧隐之心 才能忍受下来 也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 古人说 无侧隐之心非人也 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 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 仅以广西一省为例 据不完全统计 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 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 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 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 但这一省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 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那些杀人多的 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 乃至官位的噤声 最凶残的指挥者 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政国级高位 政治局常委 以酬拥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动用了倾国之力 使用的酷刑及古今中外之大成 除了毒打之外 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 严寒下的冰冻 酷鼠下的干渴 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 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 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 要法轮功修炼者 乃至直接火摘 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 谋取暴力等等 这些大规模暴行 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 换句话说 只要还是人 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 而中共强迫所有人 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 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 或被动地认同 或配合这些罪行 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 辨别好坏 是非善恶的标准 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 神来度人 拯救人 针对的是还能被称为人的人 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 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 也就是把人推入地狱 与此同时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 杀戮世人时 告诉人们 杀人是应该的 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 而建立了对敌人 要像阎东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中共每一件恶行 都在有意地 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 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 添砖加瓦 在党文化的毒害下 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 也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 特别是在中土神州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及其通天的内涵 也体现在自然环境中 这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 明山大河中 其实都有山神和神 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 其山川河流 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在中国文化中 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 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 从高层次上看 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 中心之国也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 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 因此 中国环境的破坏 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 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共产邪灵 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 中原皇朝的历代圣皇明君 斗定石祭祀 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 千功感恩 正常享用自然环境 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 数千年来 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 一直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 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 挟持世人 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 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 鼓励人们战天斗地 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 为了赚钱肆意破坏自然环境 使人变得狂妄自大 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 古人需要柴河建造房屋 采伐森林时 总要保护尚未成才之术 绝不乱法 中共建政后 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 为眼前利益 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 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 不成才的照样砍倒 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小树 也不能幸免 被砍倒用作扫帚吧 很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 被剃头一样毁掉 植被消亡 水土流失 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 接种而来 或约天成 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 对此自然不会承认 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 人在生命轮回中 当道德高尚时 没有多少业力 轮回转生后 对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坏的影响 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时 也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 影响周围的一切 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 中共建政以来 人们道德迅速下滑 业力巨增 无度地挥霍 浪费自然资源 毁坏自然环境 中国大好河山 疮痍满目 沙漠面积急剧增大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 被沙漠吞噬 70年代至80年代 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 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 到21世纪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 让世人称道 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 乌兰查布草原 科尔沁草原和厄尔多斯草原 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 只用了20年 河北淮来县 人称天末的飞来沙漠 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 北京或许将是下一个 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 中共任意乱砍烂法 堵河填海 与天斗与地斗 已然破坏了神卫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 各种灾害越来越多 江河泛滥 阴霾毒人 沙尘滚滚 干旱断水 工业污染 地脉水脉被断 极端气候频繁出现 屡创记录 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 夺走世人生命 真可谓触目惊心 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 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 到暴力毁灭 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 都是共产邪灵 有计划 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 寺院 道观 佛像和名圣古迹 字画 古玩 破坏殆尽 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 蓝亭集序的蓝亭不但被毁 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 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 吴敬子的安徽故居被砸 苏东坡亲笔书写的 《罪翁亭记》石碑 被革命小将推倒 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 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 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 北京城建于大元朝 元氏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炳中 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相建成 整个北京城浸透了 儒 道 佛之思想与文化 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 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相 庙宇寺院 殿堂 结案天相安排所建 北京有名的四合院 大院套小院 不光别致 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 有些正房演如庙堂 取静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 穿过幽静进入四合院后 豁然开朗 别有洞天 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 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 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 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 实为绝世之作 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 都在文化大革命迫思旧 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 文化大革命之前 北京尚有五百余座古庙 殿堂寺院 文化大革命迫思旧之后 几乎全毁 所有这些 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 祷告及修炼的场所 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 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 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 一起毁掉 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 觉得与我无关 其实共产邪灵 无孔不入 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 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 他斩断了中华文化 道德 信仰 绵延几千年的传承 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 每个城镇都有城墙 庙宇 寺院 文化古迹处处皆是 挖地一尺 看到近代古迹 两尺三尺二十尺 历代古迹 数不胜数 宇宙中人世间 各种理论信仰 文学艺术形式 建筑风俗等等 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 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 一个人读一本书 做一件事 不算什么 当千千万万个人 都在读同一本书 做同一件事 有同样所想 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 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 这个形式 建筑 风俗等 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场 这个空间的事物 建筑 形式等 也就不会有多大能量 这也是为什么 西方相信的十三日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 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有什么影响 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 也对西方没有很大影响 因为其背后的场 在西方社会中不够强大 古庙 老城 寺院 古祭等经过千百年 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 关注 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 特别是政教的殿堂 开关后有绝者的加持 保佑一方生灵 民众 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 其背后的场 以至高级生命 也无法继续铸留 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 及其背后天人合一 加持人类空间正面 正信的正能量场 还有绝者离去 而失掉的诱护 近些年 中共又大兴土木 重建寺庙 修复古迹 但为的是欺骗 赚钱 造假 裹装门面 那结果只能是招来 邪灵 烂鬼 富的能量厂 占据这些地方 给世人反而带来 无穷祸害 共产邪灵深知这些 所以他们要毁掉 城市文化精英 乡村绅士阶层 败坏世人道德 同时毁掉寺庙 神传文化古迹 传统风俗 文学艺术形式 文物 字画 书籍 传统民居等 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 即精神支柱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 是道家修炼之经典 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 但文革中 老子被批为虚伪 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孔子周游列国 讲述仁义理智信 及中庸之道 修订先皇治国理事 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 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 文革中孔子被批 被称为孔老二 仁义理智信中庸等 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 1966年 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 谭厚兰 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 率领红卫兵到渠府 造孔家殿的反 大肆破坏 烧毁古书 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 历代石碑 锦千座 倒毁孔庙 破坏孔府 孔林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 掘开其他姓氏后代的坟墓 暴施 批判数日后 将其反毁 这已经不是简单毁坏 典籍和文物的问题 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 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 和传统价值 如果对传统文化 有着丝毫的敬畏 这样的破坏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破坏如此爆裂彻底 乃是中共已经将对 传统文化的仇恨 深深植入了 红卫兵的心理 中国古代曾发生过 三五一宗灭佛事件 每个灭佛的皇帝 或被人刺杀 或报病而亡 信神者都知道 那是灭佛的报应 后周世宗柴荣 曾亲自拿大斧子 砍大碑寺观音菩萨像的胸口 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窗口溃烂 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 灰佛毁盗的年轻人 如不能忏悔赎罪 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 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 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 会下地狱的罪业 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文革之后 人们渴求身体健康 开始了健身锻炼 古老的武琴系 太极拳 一斤筋等传统功法 悄然兴起 很快掀起了气功热 1992年5月 李洪志先生传出了 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 又称法轮大法 大法至简至义 从去病健身开始 仅短短几年 仅口耳相传 就有上亿人入道德法 遍及中国 红传全球 法轮功归正人心 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 努力净化自己 重回对神佛的信仰 被邪灵视为眼中钉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 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 和道德升华 且真善忍的理念 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随着大法洪传 更多世人走进修炼 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 让江山重归清零 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 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 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 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 迫不及待地发动了 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 大法善待所有众生 包括负面生命 也曾一再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放弃敌对 获得新生 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 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 武警造谣污蔑 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 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狂妄地宣称 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 身体健康 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 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 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群体 为什么说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 江泽民下令的 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 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 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 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 也能把这场迫害搞起来 共产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 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 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 难以技术的大法修炼者 无辜被判刑 关押 残杀 甚至被活摘器官 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 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 浸若寒蝉 变得麻木不仁 对迫害视而不见 甚至违心地顺从参与迫害 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 走上毁灭之路 当时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很多被关入拘留所 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 遇到过类似的要求 尤其在迫害的初期 也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 不再修炼的保证书 毁过书和揭批法轮功 就立刻停止酷刑折磨 甚至有的直接释放回家 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 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 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 也仍然继续受到批斗 关押 虐待 乃至死刑 完全身不由己 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 甚至获得自由 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难道中共变好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所有坚真的法轮功修炼者 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 就被轮番使用 从酷刑的种类 程度和广泛性来说 中共的残忍邪恶 没有丝毫的改变 甚至变得更坏 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 这恰恰再次证明了 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 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 更要毁灭人的灵魂 这一方面是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 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 且真善忍的理念 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 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 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说 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共产邪灵及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 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 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 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 在共产邪灵的眼中 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 使他们过去很多德心应手 百事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 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了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 活摘器官就成为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 其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 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 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 这同样也是邪恶所要的 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 2006年7月7日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 和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 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 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 2016年6月 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 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 近2400条参考资料 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 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 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 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 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 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 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 在过去一百年中 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一亿人 在苏俄在柏林墙下 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 得不到超度 其他共产政权 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 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 柬埔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 却有几百万人民 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 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 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 共产主义的历史 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 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 都记载着共产邪灵 百年来一路暴力尸杀的恶行 书里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 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 更要说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 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 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 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 在这传统文化被毁 道德败坏的大潮中 很多世人随波逐流 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 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 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 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 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 善恶终将有报 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 对世人来说 保持纯真善良本性 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 思想品行 重新走回传统之路 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